大家好 欢迎收看哈佛中国聚焦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王石先生跟我们做这个对话 王石先生您好 我们知道这次您来到波士顿主要是来参加这个查尔斯河的舰艇赛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对这个比赛有什么样的要求和期待 还有今天早上的赛事情况怎么样 查尔斯河的大石碑赛应该是全世界大石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赛事 我们第一次参赛正好是和我来哈佛有关系 就是2001年我来哈佛那年了 也就是那年这个时候参加了查尔斯河赛 可以说当时的比赛还历历在目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那是因为是 那年这是唯一一个我们代表一个中国的队来参加 我记得很清楚给了我们的资格我们选了那个八单 按照我们的祖辈八单来讲 最快的成绩是必须达到20分钟 那我们之前练的来讲 我们练最好的成绩是25分 也就是说我们这是因为第一次是给了我们那个名额 我们知道这参与第二年是没有资格的 因为你25分和20分 才猜的资格是差很大 没想到结果来讲 我们那个比赛的成绩是19分56秒 太棒了 就是整个进入这个 哎呀那个 完全紧张 就是那个成果就是那个场上奇迹的让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兴奋 所以第二年呢我们有觉得 就过了一年吧觉得滑满非常非常好 觉得一定成绩比第一次再提高 实际上提高只提高了十几秒 也就是说呢谁都说不清楚为什么在那个情况下发生那么一个成果 自那之后呢就是来组织中国更多的队伍来参加 那今天反而是代表中国大陆来的呢就我组织这两支队 这是一个队就是参加了 明天四双 今天今天八单 那这个八单呢就实际上我们队员昨天在凑齐 好说来讲呢是一个联合队 不好听来讲就是拼凑队 因为里头有来自于五个中国人 但还有三个美国人还有一个韩国人 这样一个拼凑队 按理讲话八单呢没有配合过的来讲是非常非常难的 八单是非常难配合的 如果只有一天合练的话 可以说昨天合练了三个小时之后呢 到了晚上呢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感觉 趁自不齐 可以状态非常非常不好 经过整个就是赛典精神 说就是这个整齐划译整齐划译整齐划译 相信你的队友相信你的队友 相信你的队友 今天呢这个比赛呢就出了状况 我们去那个这儿 运动路上他们就要六公里嘛 结果和一个暗交碰上了 暗交生就整个这个奖就变调了 实际最后完全靠这个奖的轻重嘛 就是那个堕完全变调了 完全靠奖的来平配合 这是很大的事故啊 勉强滑到了这个赛典的起点 无非这会是两种选择 一个来讲就是棋赛 你没法赛了 再一个就是中国人的盲动 就我怎么来讲 我不管怎么说我也参赛 那当然要求那就滑得非常非常慢了 因为你转弯当中只有靠 这边不用使劲 那边使劲才能往这边转弯嘛 这个指挥就是难度非常非常大 那中国人有的时候就不信邪嘛 对 但是这两种我都没采取 而迅速回到MIT的那个顶部 把顶抬上去 迅速找到老师傅了 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把那个肚修好 再重新下水 不影响参加赛 而且赛呢 按照昨天的比赛呢 结果来讲我都知道 就是最高的奖频呢 最高呢只能上到28 能维持到这个26都非常非常难 就是最高的28 但一般可能22、23这样 结果今天一路 最低的奖频26 奖频最高的时候30 一路这样滑下来 就这样一个联合队 哎呀之间滑了之后 大家这个兴奋呢 那种感态的 我参加这么多次 查尔斯和德华斯赛艇 之后这种小联合队 这个表现的今天是最优异 哎呀大家滑了之后 非常非常兴奋 正好我们的艇呢 那个编号是49 这个49呢 对我们 对这几个来自于中国的五个人 那是挺激励的 1949年吧 中华人民部门合成立 再一个我中学的学生编号是49 所以我觉得也很幸运 今天我们抽到了一个 非常幸运的一个号 这就是赛艇精神 是 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 Head of Charles Regatta 也就是查尔斯河的赛艇赛 选手准备下水的地方 现在是5号的这个下水台的位置 给大家做这段现场报道 我们一会呢 会拍摄到王石老师和他的团队 可以在这里做准备活动 并且下水 也可以希望问他们一下 昨天晚上休息的情况如何 对今天的比赛的要求和期待如何 给大家介绍一下 查尔斯河的赛艇赛 今年呢是第53届 这个是全球最大的赛艇盛会之一 那么今年呢 有一万多名来自全球各地的赛艇选手 会在这里参加 一共有60多个赛艇项目 所以是一场全球性的赛艇盛会 我们一会儿见 王老师这个赛艇有什么独特之处 它这么吸引人 它就是运动当中 它是一个最有失忆的 一个优美的运动 在同时从运动的 它的这个状态来讲 它又是这个 肺活量最大的项运动 实际上在竞赛的2000米的 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当中 也就是在这个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吧 它付出了 就像它一个马拉松运动的 付出的量 所以它你可以说 它是虽然非常优美 但实际上它付出的 它体力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不可以给我描述一下 在滑艇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什么感觉 比较典型形容来讲 就是在建桥建和尚 因为早上划赛艇的时候 你五点半起来 划赛艇呢 天还刚那个临敏 和尚一层薄雾在燃燃升起 哗啦啦啦 两个天高就飞起来了 飘过你 你得划着就这样过去 就这么美 为什么叫运动的失忆的美呢 您之前也说过这个赛艇运动 它对企业文化是有影响的 怎么影响 它赛艇运动 它是最典型的一种机体运动 机体运动强调大家的合作 信任 无我 妄我 团体主义 这恰好来讲是现在企业管理的 非常强调的 所以我们来讲说 这个赛艇运动就是工业文明之方 要要求的精密 协作 配合 相信队友 这恰好都是商学院 对于来讲训练这样企业管理 团队 团队建设 精神非常重要的 内在的 核心的东西 再问一个问题 您之前说过这个 年轻人除了工作以外 还要有自己的兴趣 有荣誉 有社会的担当责任感 那对于刚赴职场的年轻人来说 怎么样去平衡这些不同的因素 首先先寻导兴趣吧 第二来一定非常明确 运动是人的美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明白这一点呢 很可能就是不喜欢的 那也要培养一个习惯 就找自己感兴趣的运动做起来 那我们知道赛挺其实在欧美 已经是一个很流行的运动项目 但是在国内呢 同学们对它还不是很了解 那您作为 亚洲赛挺协会的主席 和中国赛挺协会的副主席 打算怎么样在中国推广 这个赛挺运动 这两年呢 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 再随着环境的变化 大家更在乎自己的身体 那原来计划呢 我是要在四年内呢 建立四百个赛挺俱乐部 你知道英国呢 是赛挺运动的方圆地 他们三百年时间才发展了四百个 所以我说我要四年时间建立四百个 他们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 但现在已经建立了二百六十个吧 而且预计呢 再过一年呢 会到超级百分比 是不是相当之快 包括你看我们这个 今天咱们两年前 应该是三个礼拜前了嘛 成立了这个米里根大学的 华人赛挺俱乐部 今天呢 我们看到又是这个哈佛大学的 中国留学生又成立了 赛挺队 那看这种趋势来讲是 是 非常非常好 当然赛挺这样的运动 它只是个小众 但是在中国任何这个小众 都是很大的一个数量 那我们再来跟王室主席谈一谈 那您在二零一年到一三年这段时间 那是在哈佛做访问学者 那您之前也说过 这个第一学期的生活是很煎熬的一段时间 那您之后又决定克服这段时间之后 在哈佛延长您的学习有一年到两年 那之后您又选择去了剑桥做访问学者 您觉得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有什么样的区别 应该有一致性再也有很多区别 那一致性来讲 那我们知道先有剑桥会有哈佛吗 所以你到了剑桥里面发现 很多都有这个感叹着哈佛很多都有剑桥的影子 那再一个你即使在剑桥也应该承认 现在全球真正的经营汇聚最汇聚的地方 是在哈佛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比如说你在剑桥 如果有这个英国的中国主英国大使刘晓明 说要到剑桥去 中国留学生要做一个讲座 那是很大的一个事情 但是你想在这个哈佛 可能是习近平来 习近平主席来 那才算是很大的一个事情 其他的你什么 其他的算是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国际的事件的即可反应 国际人物的汇聚是在哈佛 可以说您对哈佛更有感情吗 原来计划在哈佛是访问学者一年 一年过去了那时候不够 说第二年 第二年就觉得很快了 或者觉得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 第二年过去了 说不够第三年 实际上来讲 如果没有虚荣心的话 应该在哈佛至少在四年 至少在四年 因为本身就是我过去的 我的那些受训练的学习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我是把我自己当个本科生 在哈佛接受这样一个基本的 这样一个逻辑 西方文化的这样一个基本训练 哈佛开始我的第三人生 因为我说第一人生呢 第二人生就是读中文拉法风 第三人生就是从哈佛开始 那究竟对您现在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波士顿求学的这段经历 潜移默化的来说吧 你说继续它什么影响 就是它从现在看着世界就 你会更通透 逻辑性更强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作为中国人 反而从哈佛来讲 你更能更理性的客观的 来够看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东西文化的交流当中 你更知道你是在什么位置上 这是到了哈佛之后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哈佛中国论坛 再给一句给予 哈佛论坛是海外哲学生办的最优秀的 最有影响的论坛 我希望它不仅仅是它会继续办得更好 它应该更做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会更多来吸引 但是平台就不仅仅是好本身 是可能更多的来讲是 是把握它的作用的 感谢您的观点